各位好, 歡迎大家來到 河馬快收律師訊關注組 我是Water, 剛聽剛看的朋友 記得幫忙訂閱、分享 還有建設性留言, 還有加入會員 讓我這個頻道可以做得更好 我相信河馬應該不會開第三個直播 他好像不太想我出律師訊 我做了一個標題說出律師訊 我幾點開直播, 他就跟著幾點開直播 第一個直播, 當作考核 第二個直播, 我又出了律師訊 他之後又九點開直播 他又說九點開直播, 還要早一點 到最後都十分精彩 猛鬼拍門, 不知道他會否又做第三個直播 之後又不想我說這封律師訊 醜婦終須見家用 剛才有網民截圖 最後他就扮無人 我們一會兒看看 首先等朋友進來的時候 說一下他剛才直播的搞笑 羅湖區超市便利人氣榜第一名 製造了黃燒子 黃燒子打孔 銅子錢 中元節打孔燒子 清明祭祖的銅錢 有這裡就扔了這些給他 很便宜的 人仔兩元都不用, 過九而已 還有大約一百張的銅錢 銅票 燒子清明祭祖祭祀 四個半是一百張 何馬你這麼恨錢 這些都適合你用 別人送給你一百張的銅錢 非常之開心 何馬你就要收東西了 你不收這些都要收封律師信了 是不是 這個10點43分 那間公司遮住了 就說親你的訂單已經送達了 如果你對我們的服務滿意的話 請你給五星好評 你好 你好 你這邊的屁住是大力敲門 哈哈哈哈 這樣啊 這邊啊 打給你的電話就是兇號 我們的騎手槓敲了門了 但是啊 把兩邊的鄰居都敲醒了 但是啊 何馬就沒有反應 這張照片啊 老公仔 不要出聲啊 即是說可以了 放在門口就可以 謝謝 何馬你可以看看別人送的什麼給你 不用錢 又有禮物收 你的粉絲寶寶 送禮物給你 怕聽不到 就要躲著大力點去拍到門 沒有問題 剛才我們聽到就這麼大力了 打電話也是兇號 沒什麼特別 何馬最後是沒有接到的 即是沒有開門 沒有反應 結果就放在門口 沒有什麼特別 是啊 五星好評啊 大力拍門才可以 之前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剛才看看何馬直播 就說他在這間酒店 原來是經過的 他是那間爬蜜叉的酒店 很近而已 在這幾間酒店附近 可能拍到他就以為他在這間 這間酒店 煙爐 煙爐酒店 不是這間煙爐酒店 在旁邊而已 那間爬蜜叉野 有點像賓館 比較高興 差一點 他剛才吃東西 就是在這間 小魚 小魚 火鍋 剛才 又扮在陽剛 被人踢爆了 他說在惠州 這傢伙 真是滿口大話 做一張 這裏拍到他出來 剛剛是河馬 又是拿著 那個勵行的白色的行李 即是那個行李 剛剛出來 這個就小一點 難看一點 旁邊的就在這裏 這裏出了一個大門 旁邊就是他現在住的那間酒店 開頭就以為他在煙爐酒店 那不是 這個也看完了 今天你怎樣去陽剛 下午的時候還拍到你在屯門 河馬 你那些大話不要說太多 經常在那裏說這些大話 這裏見到 無量軍師 隔壁的無字隔壁 拍到河馬在屯門 說這些大話 真的 怎麼可以說這些大話 好像還有一張 比較混亂 今天河馬 整天走出來挑機 還有一張 這裏 在這個無字下 剛剛入閘 那時候 下午好像四點多鐘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無字 即是無量軍師的無字 下面那個就是河馬在牌上 旁邊這個就是河馬 你看到他的衣著 扮成這樣 有什麼意思呢 很無謂 不要說太多 我們回到這裏 講一封律師信 之前也有說過 溫陽侯律師事務所 好 河馬 如果你要回覆 就回覆的律師 遮住了 因為人家比較低調 我免得露煩到 河馬知道是哪個律師 你可以找到兩位律師 找到那兩位律師 麻煩到他們 不好意思 而且我又得罪這麼多人 免得連累別人 像坦白說的 可能經常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所以遮了律師名 但河馬收到會知道 總之在封面上也看到 一會兒會說內容 下面就是 因為河馬的地址 那不可以 因為河太 不好意思 跟剩下河太 河馬是另一個人 那就是Madam 那就是 葉女士 和Mr.Ho 遮了名字 下面就是他的地址 之後 內容開始了 尊敬的葉女士 和何先生 主旨 就是 丁先生 我免得說全名 我自己的名字 也不知為何不見得光 免得被人投訴 丁什麼先生的誹謗 我們就是代表丁先生 就是括弧 我們的客戶 處理常述的事宜 我們的客戶 是一名知名的Youtuber 經營的頻道 就是 無良軍事Water 這個網址是 AdWater8338的頻道 該頻道 擁有超過 十二萬一千名的訂閱者 因為他不更新 現在是十二萬三千 不要緊 超過了 沒有問題 我們就受指示了解到 你在你的Youtube頻道 《何太生活語錄》裡 網址是 頁寧寧 就是何太的Youtube頻道 上面 持續發布 關於我們客戶的誹謗視頻 以下就列出了一些 已經是上傳到你的Youtube頻道 的誹謗視頻 或者直播內容的非完整清單 不止因為他昨天也有說過 但沒有做得這麼快 因為昨天也寄了律師信 上傳日期和網址 包括一次過說 網址不用給大家看 你自己留意一下 包括24年7月31日 8月1日 8月3日 8月4日有兩條片 8月5日又是兩條片 8月11日和8月12日 以下就統稱為 誹謗的視頻 之後要第二頁 這裡 第二頁來了 在這些誹謗視頻裡 你和何太 對我們的客戶 做出多項虛假 損害性 以及誹謗性的聲明 包括 但是不限於以下的內容 第一點 指責我們的客戶 為個人利益 策劃了一場 對你 即是何太的仇恨運動 任何人支持他的人 他都是說 那些人都是黑粉 那些人都是惡搞他 又是什麼仇恨運動 他經常都說這個 第二點 聲稱我們的客戶 已經付錢給了第三方 第三方進行 對你有害的行為 我哪有機會 我還說給錢 阿寇伯 還說這樣是對他有害的行為嗎 如果回去 跟子女認錯 如果不收留他 但現在不會 你看到阿寇伯的所作所為 哪會有這些 這樣叫給錢 第三方進行對你 就是何太和何生有害的行為 Bukerland 對嗎 第三點 指控我們的客戶 是同性戀 並且參與變態的行為 還有片 這個指控不是屬實 你一時又說我是假的 一時又說我 搞些觀眾 又說在群組裡 我現在也沒有群組 我現在也沒有參與 那是我的粉絲群組 我也沒有參與 那些人想進去找我 我都說不處理 你要問當事人 才可以 要問管理員 我沒有在裡面參與 有些人說我什麼分身在裡面 我絕對沒有 我不會浪費自己的時間 你說對外業務有幫助 就說會這樣 第四點 暗示我們的客戶 正是利用婚姻 進行財務詐騙 結果就是給那個人 騙了我十六萬 再之前的女朋友借了三十多萬 那我怎樣去財務詐騙 我是被人進行財務詐騙 如果是的話 你也要搞清楚 何太和何先生 你不可以這樣 反過來說 第五點 指責我們的客戶 參與詐騙活動 並且與其他女性 有不檢點的行為 你有什麼實質的證據 你再說話 你對我聲譽 很受損 你經常說要聲譽 你個人已經沒什麼聲譽 你就說沒什麼所謂 你不檢點和阿坎白 在鏡頭前 經常說什麼 一萬五次發生關係 我沒有在說這些 對不對 你不可以這樣 走來冤枉人 阿何太 對不對 第六點 聲稱我們的客戶 購買假訂閱者 以虛增他的知名度 每個直播 不要說一定有過一萬 至少五千人以上 去看直播 難道所有東西都是假的嗎 長長直播 都是買回來的 你不可以說這些 阿何太 你要搞清楚 第七點 聲稱我們的客戶 將被禁止回家鄉 我不喜歡回香港 你說叫我回來香港 接受就會接受我訪問 我是一個生意人 明知道做這門生意是沒有數位的 你肯視頻 即是你在線上和我做直播 那我就沒有所謂了 接受訪問 我已經列出了 起碼要乘飛機的行程 兩天 兩天沒有收入 之後還要買機票 我的收入是無法覆蓋我和你做的訪問 我都解釋過 直播中也說過幾次 解釋過 為何我就不會回香港 為何你就說到我就是 什麼逃犯 又什麼犯罪 如果是犯罪的話 沒理由出境 你又下來香港 做事 即是和阿函伯在一起 或者之前的前夫 那你還是叫移居香港 那你又是根據何太所說的 那你又是在大陸犯罪 所以就不夠膽 就是要下來香港 不是這樣的 還有很多人都移民英國 什麼澳洲加拿大等等的世界各地 都有人移民 移民是一個選擇 那來就是什麼罪犯呢 我就不太理解 之後 第八點 指責我們的客戶 和妓女進行 發生關係 並且對我們的客戶 進行數位操控 以支持這些虛假指控 直播的時候 有些支持者 或是我的黑粉 在直播中 就是這樣罵我 什麼無良 正撲街 那些 你罵 其實在網上罵 都難足一點 是很少的 但何馬就是 直播的主持 主持 煽動一些人 做這些事情 我就沒有 你反過來就說 我策劃一場對你的仇恨 我看到網上 或者其他的網民 對你做網上發生的事情 我是一個評述員 評述 這個社會 關於何太 發生什麼事 身邊發生什麼事 他跟他對抗的人 或者對著跟他不同意見的人 做什麼 不是我去策劃這些事情 是那些人去做了 我去複述 現在在何太實錄中 他的對頭人做了什麼 並非是我策劃的 那些事情 你要搞清楚 何太 是不是對我有些不公道 但你做的事情 你在直播中說的事情 每件事都在策劃 很像是你在策劃對我的仇恨運動 就比較像 我只是說比較像 注意現實 還有有些人 就走進來說我 說我 你也有誹謗何太 我全部事情 我都說他像愛情動作片 我都說像 真君教室 清清很像何太 我不是說他是何太 你要搞清楚 你不夠班 聽不明白別人說什麼 我又不明白 何太不是這樣說 他是說我是機佬 他是說我是 他不是說我好像搞機佬 兩個不同的概念 兩句說話完全不同 怎麼可以這樣 何太 對嗎 其他回頭再說 第九點 就是指責我們的客戶 煽動其他人 舉報你 違反香港國家安全法 我是說 如果有人 覺得他的生命受到威脅 或者有人違法 你自己可以考慮一下 報不報警 我不是說一定要報警 我沒有說一定要報警 我不是說一定要報警 我不是這樣說 你要聽清楚別人說話的意思 你不夠班 聽不明白別人說什麼 那不是我錯 但是你說的 你說的就是說得實實 但是又沒有證據 對不對 何太 我沒有叫人舉報你任何頻道 連你的頻道都說 如果覺得有需要 你就覺得 你可以喜歡Like他 又可以 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這個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看到這個社會 或者比較多的網友 做些什麼 我說這個社會 做些什麼 我不是叫別人去做些什麼 我這裡只是叫別人 訂閱、分享和課金支持 我就不會叫別人做其他事情 不會鼓勵別人做其他事情 如果見到有些事情是危險的 可能會叫別人不要做那件事 偶爾就會 但也很少 別人是有選擇權 別人是有自由的 每個人都是 自己一個獨立的個體 怎會聽 可能別人支持我 我不會因為利用 我不會當 這些觀眾就是我的信徒 我說什麼 就永遠是對的 不會這樣 你覺得適合就聽 我最多給意見 我不會說 我叫了這樣做 一定要這樣做 我是並不會這樣指的 第十 播放一個沒有穿衣服的情侶 不是情侶 是兩個男子 應該是8月15日開花 進行明顯發生關係的片段 還要8月15日被人開花 並且誤清這位男性 其實兩名都是男子 應該是8月15日被人開花 就是我本人 這裡寫就寫我的客戶 因為她是用律師的身份 那個擺明就不是 你反過來 你說反過來 有個男人正在開 無良薑絲花 這樣就說 但並不是這樣 何太說的時候 她說 跟女人在發生關係 諸如此類 又說喊得很大聲 那些 但是擺明是 一個男人正在開花 怎麼會跟女人在開花呢 你要搞清楚 你也要看看 你播放東西 也要看看內容是什麼 不是別人跟你說 這個就是這個內容 這個就是無良僵屍 跟別人的女人在搞什麼 不是這樣的 你要看清楚 那是兩個男人 總之 Anny肥 我也不想詳細研究 你有興趣可以看回何太 當日的直播 我沒有騷擾到這個 她都被人舉報到 變成18家 我沒有理由播放 更加 而且要看清楚 你經常說別人 什麼貼圖 各樣東西 我說那個人像你 你那個愛情動作扁的青青 為何你之後 你承認了AI 就是那個人是你 現在 她直播的時候 她說 我原本也是想叫青青 不知道是否有另外 不知道她因為什麼原因 現在又說自己叫青青 不要緊 免得在這個直播說這些 待會讓她做我回頭怎麼辦 11點 指責我們的客戶 使用非法的藥物和物質 又說什麼420那些 你沒有 你還要說有什麼我購買的時候的證據 我們播出來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你也可以去何太 當日的直播看 我看不到有什麼 什麼交收的過程 她直接說 買賣那些420的過程 一時又說我吃 她好像每樣東西都說我吃完 又說什麼膚骨 那些 以下 統稱就是誹謗性的言論 由於何太你和何百 在你的YouTube頻道 持續散佈 在你的客戶 誹謗性的言論 我們的客戶 作為知名YouTuber的聲譽 已經受到嚴重損害 並且造成重大的損失和傷害 誹謗性的言論 顯然就是出於唯一的動機或者意圖 即是貶低了我們的客戶 並且或損害他的財務和心理健康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受指使要求你刪除所有 含有關於我們的客戶的誹謗性言論 的誹謗視頻 從你的YouTube頻道 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上 提供一份正式承諾 保證不會再在公開場合 發表任何關於我們的客戶 無良軍師的誹謗性言論 或者其任何部分 在所有你的社交媒體渠道 包括但不限於你的YouTube頻道 上面發佈一則通知 內容需要經過我們的客戶批准 即是我 該通知應包含對發佈誹謗的視頻 和誹謗性言論的道歉 以及賠償我們的客戶 因為誹謗性言論 造成的所有損失和損害 我們在這裡要求你 在本銜發出7天之內 即是因為昨天發的 你看到日子 這裡是13日 即是2024年8月20日或之前 完全遵守常述的要求 如果你未能這樣做 我們的客戶將會別無選擇 只能追求所有可以的法律救濟 包括但不限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提起誹謗的訴訟 如果需要提起法律訴訟的話 我們的客戶將會尋求對聲譽的損害 精神痛苦和所有法律費用的存額賠償 我們的客戶在此保留所有權利 此致 最後沒有換到 沒關係 只有兩句 這裡說得明白 7天之內 13日 昨天就寄了出去 何太太為何無端端寄信給你 為什麼你又回到大陸 你不是打算不收就行嗎 你20日之前最好回來 回應一下 或者你起碼都先道歉 之後其他事情再研究 什麼賠償損失的 我都知道你沒什麼錢 看看 你起碼都表明了 我都知道你英文應該不懂 我都特意用中文跟你說 內容大致上 一切以英文版本作準 可能我英文不太好 可能解釋得不太清楚 可能有些錯誤 但一切以英文為準 你快點回來 你特意走 回大陸也沒用 有什麼用 還有我直播 我原本是7點第一個直播 他又吃東西 不是一開始吃東西的時候開直播 他見到我7點的時候 7點左右 他就說這個 何百何太修律師相 一模一樣的標題 我這個直播開了三次 今次才成功開出來 第二個直播 看到何太吃完東西 之後我就開直播9點 他又說9點又開直播 他又回到酒店 聲稱剛才很精彩 何太別酒店被人拍門 他又說自己又在朋友家裡 有些諸如此類 什麼 不知道 好不好這些事情 沒有意思的 和何太你這樣說 這些事情 你都要面對現實 你今天也有說 那封信已經拆開了 不過 不是收樓信來的 房署那封信 你現在要快一點 我這封信 因為有期限 你又過了 現在第二天 20號 待會過了12點15號 何太你只剩下5日時間 如果你不去回應這件事 我不排除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就是這麼簡單 大家都沒有什麼 他很堅固 不會道歉 那就看看我會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這方面 他又翻牆 他沒有翻牆 他那些粉絲寶寶 都會給他看 何太 在群組裡 即使他在大陸 他沒有看youtube 也好 他回來香港 他會看 那你就快點回來 他明天說 找屋租 在直播中 何百爆響了 何太就叫他不要說 又暴露了 又下滑暴露 他之前說 在香港租屋 看看他明天會否回來 看看網民拍不拍到何太 如果他在大陸租屋 他短期內不會回來 但是 你這樣解決不了 你這樣 不是當沒事 我當幾天之後 20日之後 沒有回應 你就當解決了這件事 不可能 是不是 我真的不介意 再花多點錢 那你不如簡單點 你簡單點 去拍條片 跟我道歉之後 對 之後我不用 就是賠不賠償 他沒有錢賠 你叫他賠錢 都是沒用的 再看什麼情況 他今天完全沒有說過我 他最多都是說不法分子 惡搞我 他今天沒有提過我的名字 今天三個直播都沒有提過我的名字 都懂得尊重我 很感謝你 看看他有沒有回應 他昨天晚上的直播就有說 他說 我不出律師信給你 都偷笑 無良殭屍 如果你覺得我的言論 我直播的時候 對你有什麼不敬 有什麼誹謗的話 我歡迎你出律師信給我 但是你要證明到才行 你覺得哪一條片有問題 你就跟律師說 等著你 沒有問題 這方面也不太心願 他怎麼會沒有錢 這是他的問題 有沒有錢 最基本的 你都要先對我本人道歉 我要看到你有誠意 錢那些可以再說 將影片下架 以及你向我道歉 你有沒有錢都可以做 這些事情 你說賠償有沒有錢 那些才會再談 或者你和律師談 沒有問題 歡迎你 你也要給你一個答覆 不是你這樣離開 別人想說這件事的時候 你又開直播 我一定會先轉播了何太的直播 如果是的話 我什麼時候說都可以 沒有問題 看看何太你會否因為這件事而上報紙 我並不知道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錢令港 他總之道歉 以及將他的視頻下架 這是他有沒有錢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也要讓我看到你有誠意 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才可以繼續談 你覺得我怎樣對 我又沒有對你有什麼仇恨 各樣東西 我也是有那句說那句 有時候管理處那封信 真的是他寫錯的 那個管理員寫錯了 我也有跟你說 原來我們搞錯了 真的是那個管理員這麼大頭黑 七字寫了二字 我也有跟你說 可以當詐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這些事情 只有你自己知道 和可白 可能你和柳的人知道 我都拿出來跟你說 我也有幫你澄清 你不是東莞小燕 那張照片不是 那個被傳的東莞小燕 是澳門的一個寬場女子 我也有跟她說 在哪裡找到澳門的寬場女子 我不會亂誣你 我不會說一定是 一定是何太太很壞 我不會這樣說的 你要搞清楚 這方面 這樣就不行了 首先公開道歉 以及將影片下架 之後再說 但是 我會一樣照報道你 但是那些事情 我會說疑似 或者說別人像 不是說你是 這些事情很主觀 有時候別人說 這個人這麼像賊 你說像 沒有什麼所謂 你說像 入不了你 你說我是 待會就說 我代錢下何太袋 我不知道 正常是這樣 你說人像 和是 是兩回事 對不對 這樣也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發出一份 辦律師信 給Youtube 投訴河碼 我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問題是 你們可以拿這封律師信 來使用 然後你便發給Youtube 跟她說 她在不停誹謗 我自己一個人 又不夠力 而且我要浪費很多時間 在何太身上 因為我不是那些 你按入她的影片 投訴的 我寄電郵給她 折了時間 做過什麼 諸如此類 是比較複雜的 如果我發給何太的話 所以我如果要向Youtube投訴 我不是用那些 你按入片段 按按鈕 它有限制 那些可以幾千字 之後你又要付出很多資料 你一個投訴 可能要差不多一個小時 那些時間 不是拿來這樣用的 對不對 但是你們拿去我這個 就是律師信拿來用 沒問題 就是這樣 你們拿來用 都是一樣有用的 那你們就拿這封信 可以向 如果你們有需要 就向Youtube投訴 就是這麼簡單 什麼 不要說我的想法 不是 我現在要去道歉 你怎知道我什麼想法 我說錯了 你總之道歉 和把視頻下架 不是這樣 律師信也有寫的 我真實想法 可能我和何太一樣 五時花六時變 但我說了的話 應該都會做 我叫他先做這兩件事 之後我怎麼辦 我不知道 看看別人道歉 是否有誠意 他說對不起 難道又當沒事嗎 不可能 但你要做了 你應該先做的事 你說我會不會心軟 你就先做了 如果他8月20號 都沒有反應 看看會怎樣 最未聽到你的笑聲 立即見一下發生什麼事 你那個 何太剛才的直播 突然被人這麼大力拍門 你千萬不要說我指示 你要搞清楚 我在網上找到一些群組 那個群組不是我的 那個可白Facebook群組 關我什麼事 你把所有東西都放在我身上 這樣不行 你哪有這麼多時間 去組織和策劃一些東西 你還要說我付錢出來 我真的曾經 又說付錢 可白Facebook 沒有了 除了這個之外 我又說什麼付錢什麼 沒有了 有燕仔和何馬天下有爛 看看他現在想怎樣 如果你想減輕一些罪名 你就供出那些燕仔出來 待會你搞一下搞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 涉嫌 不知道是不是有犯法的事情 涉嫌 要搞清楚 我沒有說你犯法 涉嫌犯法 你是未犯法 或者有些有爭議性 可能犯法的事情 你就自己小心一點 不要別人這麼笨 別人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雖然你都很不喜歡我 可能你和那些燕仔的共同敵人 都是無良軍師 但是你不可以被人利用 你還要說 在直播上有說 我知道我被人利用 我喜歡 吹咩這樣 那你就蠢了 這麼容易被人利用 不可能 不可以這樣 看看 退了房 不是這麼快退了房 不是吧 有人說何太已經退了房 剛才就是小文 小文槍 這個律師信 你們要不要留意 或者要不要放上Facebook群組 也可以 小文槍雞 小魚文槍雞 就在這裡 就是這個 隔壁那間酒店 他就在那裡出現 他直播 他停了一次 收到警告 最後無事 安全下播 他不是一開始吃的時候 一進到餐廳 他就開直播 他看到幾點開直播 他就跟著 很不想我說這封律師信 你走得正 站得正 一眼關七 第二個直播 我設定了九點 我打算休息一會 他又九點又說直播 你覺得他是不是害怕 為何要這麼害怕 你走得正 為何要害怕成這樣 任何支持我的朋友 以及在這件事上 有幫忙的朋友 包括了律師 都麻煩你們 但是他們比較低調 不想我公開他們的名字 或者我經常把口又臭 可能得罪很多人 所以你們明白就可以了 何馬拒絕 收信都沒有用 你這裡看到 七天內 這封信 你可以以香港政府的郵戳 郵政署的郵戳為準 你不可以說收不到 又說怎樣 不能這樣 總之 我現在也開直播跟你說 何太 你自己想一下 我不知道會怎樣 20日之後 你不跟我道歉 看看吧 沒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覺得我是大理 這些東西是假的 你可以 之前都是這樣說的 還地律師牌都可以是假的 買回來 諸如此類 但你為什麼這麼害怕 走到大陸 你和你走得正 站得正 為什麼別人拍門 可能你的粉絲送禮物給你 剛才我都看到 放在門口 這個並非 我看到我的看法 待會又說我指示 而且在網上已經有這些消息 我轉載這些消息 為什麼我何來又變成 一個付錢的策劃人 不可能 剛才是何太 別這麼說 他在這間酒店經過 這間酒店旁邊就是那間鵬酒店 已經忘記了 鵬什麼 看一看 大鵬展廁 剛才也聽過電話 鵬運酒店 網上有消息 又說轉了房 又說退了房 不知道 何太 保重身體 這裡看到 他吃完小魚 椰子雞之後 走很近 一分多鐘的路程 走到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的鵬運酒店 很近 兩分多鐘的路程 經過這間酒店 拍照 就以為他在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比較新 可能會再貴一點 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間不是 這間 這間 彭運商務酒店 好像兩塊多水 還可以 在建設路 羅湖口岸 你要騙人 你經常說話 沒有句真 我們說你這些 說謊 我們有證據證明 你說謊 這些不是誹謗 這些不是惡搞你 你自己又說在朋友家裡 一時又說自己回了陽光 你明不明在羅湖那邊 你又說回了陽光 這樣不行 這麼滿口謊 有看我直播 歡迎你 我給你一個中文版 但以英文為準 誤差都應該不會很大 如果我說錯了 即是說錯了那些事情 你明白嗎 追擊何馬到底 關心何太 你們不要搞清楚 我沒有對他有任何敵視 在網上那些人對你做的事情 你不可以所有事情都說我指使他們 我只是看 平術員 吃下花生都不行 我沒有叫人鼓勵人家做任何事情 何馬有錢去酒店和出去吃飯 有錢賠償損失 追究到底 考慮一下 看看何太有什麼回應 我也不知道何太會把握時間 過了之後 不排除進一步的行動 看看他會做什麼 現在回答不了 你不是想逃避就有用